救灾十万火急哦 但如果有消防员摆烂的话 恐怕呢会成为公害 我们来看到南投县一名消防员 日前是撑拐杖来捕蜜蜂 让民众看了相当心酸 但说实话这都是假象 因为最后这名消防员被踢爆 两肚气同仁在火场不顾 救灾还会装病 因此同事都嘲讽他 这上班还有演戏你不累吗 这名黄姓消防员被同事投诉说 常常吃冰冷满口脏话 只要他摸过的键盘 桌椅都会沾染檳榔渣 多次告诫他也不改 值班时会坐在椅子上睡觉 甚至呢多次在火场上临阵脱逃 让同事相当火大 说大家都在拼命 他却会装病落跑 但这名消防员说他不是落跑 是两次火警都有身体不适的情况 所以得赶快救一急救 但是消防局直言 这位同仁呢 常常摆烂已经不适任 工作态度也真的让大家很苦恼 所以在辅导之后 如果还不改善 就会将他淘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